- よし! 大家好,我是曼,看到這支科技開場都知道了 今天看不到我美妙容顏了 因為這支影片寫的很臨時,不在我的拍攝日程裡面 所以只有聲音的部分 那...屁股一直對著大家也不好意思 就直接進入正題吧! 我不知道這邊有多少人已經看過《十月星帆》了 《十月星帆》裡面有部我在做《星帆》介紹的時候 就很期待作品,唯願來試不想試 但開播後我才知道 這部動畫問題很大 如果嚴重點就有可能演變成第二個 Sexy田中小姐 以免有人不知道Sexy田中小姐事件 這邊簡單的說明一下 去年底時漫畫的Sexy田中小姐改變成了真人電視劇 作者蘆元老師因為當時連載尚未結束 所以一直不想要改變成其他的載體 可是製作方不斷釋出他們的誠意 他終究還是開口答應了 不過他在談合約的時候特別強調 日劇要忠於原作 如果沒有的話我一定會進行修改 而且為了不要影響漫畫的故事發展 必須由我提供分級大綱和台詞 原則上劇組不可以隨意修改 要改一定要討論後才可以 出版社和電視台在簽約的時候都說好 可是實際上 老師卻從來沒有看過編劇或導演 收到腳本也跟他的本意有很大的出入 但是不論他怎麼反饋 腳本都還是沒有照著他的意思走 後來甚至出現原創內容 老師一再向電視台反映 請按照原作的大綱及台詞 但電視台都沒有採納 編劇在最後兩集表示將不再參與 所以原作的蘆元老師 只能扛起重任 將最後兩集腳本完成 可是同時間又有連載的壓力 讓老師覺得腳本沒有達到他的標準 導致老師很自責 在X上公開幕後秘行後 就結束了生命 以為經過這次的事件後 日方出版社就會開始更謹慎的 去看待和原作者之間的溝通 但不到一年 又再次發生類似的事件 事情是這樣的 《維園來勢不相識》 這部講述極道戀愛的漫畫 2017年在P站發跡後 開始跟講談社合作 在他們出版社出版 2018年直接拿下 下一部人氣漫畫大賞 紙本類的第一名 隨著漫畫人氣越來越高 動畫畫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只是作者小溪明日想表示 不能等完結後再動畫畫嗎 發生田中小姐事件時 小溪老師都曾經發過好幾個PO文 表示難過和遺憾 老師以為講談社會尊重她的意願 怎麼知道 講談社自己私下決定動畫畫 連通知都沒有通知她一聲 當然是動畫畫消息公佈後才知道這件事 當然消息發都發了 動畫主也都安排好了 不能只是因為自己不想 就讓動畫進度停擺 所以她就只能默許這個結果 那她不想要只是當個掛名的人 大家要知道嗎 動畫大部分的工作 還是由製作組那邊做決定 在沒有溝通的情況下 就容易出現粉絲最怕的 魔改 小溪老師會想要結局後再動畫畫 就是想要避免類似的情況 不過既然都決定動畫畫了 就算一邊要進行連載 她也想要參與堅修的工作 像出版社積極溝通 表示想要參與動畫的製作 好不容易 終於爭取到和動畫組溝通的機會 但和動畫組在溝通上 似乎一直沒辦法取得共識 還在堅修階段時 老師要求某些畫面一定要畫出她想要的 甚至為此 花時間教動畫組怎麼畫仰角構圖 但都還是沒能達到標準 唯遠來世的畫風 雖然跟其他戀愛漫畫比 稱不上主流 不過後期老式的畫風很明顯的越來越精美 所以應該要以後期的畫風來製作會比較妥當 但看完第一集後 嗯 是早期畫風呢 而且用色上有一種復古感 OPED都沒有問題 製作的超美的 但這片就很微妙 更不用說一堆雜七雜八的項目 都是出版社的十字替她決定 像是聲優選角 製作方連問都沒問 當她知道的時候已經定案了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 男主角 依然是之前在做單型本宣傳CM時 由老師清訂的詩天章負責 這邊有個小故事 當時做CM的人問小溪老師 有沒有喜歡的聲優人選 小溪老師表示 自己對聲優沒有太多研究 不過小溪老師在成為漫畫家之前 會在網路上畫同仁圖 寫同仁文章跟小說 在AVA裡 老師最喜歡的CP 是祖勳佩玲波琳 嗯 這什麼閒門性癖 祖勳的聲優是石田章 大概可以聯想到 老師喜歡石田章的聲音 不過根據小溪老師的分享 在跟編輯開會時 兩個人都一致認為 可能會被拒絕 我自己也很驚訝 因為石田章很少配主義 像明明在討論男主角或是誰時 根本不會有人把石田章當成人選啊 考慮的第一個點當然是 石田章已經五十幾歲了 確定要請他演一個 十七歲高中生嗎 總不把機會讓給 年紀更接近的新生代神優 那些石田章的聲音太邪魅 也不夠霸道 男主角可是個黑道欸 但台湾編輯還是抱著 試試看心情邀請了石田章 就是石田章閱讀完漫畫後 就決定 接了 小溪老師又驚又喜 要錄製聲音的當天 小溪老師還在連載 已經那個半死了 趴儀要趴到現場去 到現場看到石田章本人 出現在他面前配自己作品 緊張到快要吐了 還好盡量豐富的石田章 只錄了幾個版本就過了 前後大概不到10分鐘就結束 俗話說 宣傳片就是最好的市場調查 在發布了石田章配音的CM後 唯願來世的漫畫 在日本的銷量突然暴增 佳應再版了兩次 石田章帶來的效益這麼好 動畫男主角毫無懸念的是他無物 至於其他聲優嗎 讓老師很無奈 出版社先展後奏 早就不是第一次了 自己就算積極爭取溝通 但感覺都是白費心力 長期累積下來的不滿 讓小溪老師決定 不畫了 不畫了不畫了 從3月開始都停止連載 他的X上 也把在講談社的連載字樣移除 更沒有轉發任何關於動畫畫的消息 然後劇情就這樣 斷在最讓人心癢的那個地方 不只卢源老師和小溪老師 許多漫畫在動畫畫的過程 經常會有爭議 或是畫崩難以還原原作的狀況 甚至動畫都開播了 原作者才知道 欸?動畫畫了? 但也不是不能理解出版社為什麼要這麼做 簡單來說就是 充銷量 如果銷量不好 後續內容要出版就會變得很困難 老師提過 我原來是在海外的銷量不是很好 就商業考量 出版社希望能盡可能的在海外拓展人氣 動畫畫是最直接的手段 不過 在海外的討論度還是相對低迷 就算動畫已經開播了 看台灣動畫風的觀看數還是普普 所以我想 也不用因為發生了這些就繼續看 如果這部能夠出圈帶動漫畫的銷量 那老師就能夠繼續創作下去 對老師 對出版社 對粉絲 都是喜聞樂見的結果 聽說跟出版社鬧僵之後 老師曾想過 要跟講談社解約 然後自費出電子版 不過目前沒什麼心情 可能又有一些大人的苦衷 喜歡唯願來世的人 不管用什麼方法都可以 只要讓老師知道 依然有人願意支持他就好 那今天影片就這樣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呢 可以給我個超級感謝 小小支持我一下 我是Mai 下次再見 掰